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說一個你的青梅竹馬變明星然後你還認不出來的故事 某天那個得了一種一緊張就會臉紅講不出話的天真無邪任人擺步 乖巧聽話無力反抗女主角 再跟她那個幻想成為第七十八萬六千零八十四屆華山論劍冠軍 整天有事沒事就打木樁的弟弟位於客廳看電視時 他媽忽然出現哪個禮盒 叫女主角幫忙送去給隔壁的新鄰居吃 然後女主角就完全不用按門鈴 一點都不會不禮貌的直接把大門所拆掉的走進鄰居家中 還順便把禮盒打開來吃一吃口 有點渴在順便喝別人家裡的水 這種行為非常合理 在這個故事的世界中法律有規定每個人都可以這樣做 此時昨晚偷偷搬來住在這奪粉絲的當代知名偶像團體EXO的 其中四位團員剛好睡醒 肚子很餓的聞到女主角正在吃的食物 我不能說他們有像狗的鼻子 那麼微弱的味道都聞得到 因為他們是EXO怎麼能跟狗比 然後他們用了身上會散發光芒的背景造型 一走過來看到女主角 團體中一位叫勢在必得男主角的團員問女主角在幹嘛 女主角一看到自己心中的偶像就嚇得用水噴對方滿臉 但他就緊張的直接跑回家 大家也都沒有阻止 因為這是一個敦親睦靈的宣導故事 不管鄰居對你幹嘛 你都要覺得很興奮很有趣 隔天女主角他媽跟他說 反正你也找不到工作 去隔壁當庸人培養工作經驗 而且他們是明星 只能找信得過的人去做 不然哪輪得到你 女主角雖然很害羞很尷尬想拒絕 但還是在媽媽的逼迫下同意 每一個愛情故事中 男女主角總是有很多理由 可以去對方家中 這樣才能有一些激情 所以女主角一來打掃 馬上就剛好看到 對劇情有著成仙啟後 非常重要的 一看就知道是動畫的蟑螂 於是勇敢的開始殺髒 順便把勢在必得男主角的房間弄亂 使用隔空飛床必殺即使 勢在必得男主角剛好 剛剛好好的出現在這 馬上痛罵女主角一頓 哎呦 女主角竟然就哭奔的跑了 抗壓性怎麼那麼差 但不能跑太遠 因為一定要哭給人看 眼淚才有價值 所以他只跑到門口蹲著哭 此時那個雖然很想說他是砲灰男 但因為他是EXO 所以不能說他是砲灰男的 用心良苦男主角 看到女主角因為緊張害羞臉變超紅 他很興奮 覺得長那麼大都沒有看過有人的臉 可以紅得像動畫畫的一樣 於是一邊用手扶摸女主角的臉 一邊安慰他叫他別哭 一邊心想怎麼佔有對方 但女主角手機忘了拿 是在幣的男主角想拿來還 剛好看到他在勾引男人 所以就不想還了 但晚上又想還了 於是一邊把玩他的手機 一邊偷看他的聊天記錄 看看能不能撿到某種自拍照 然後叫手機中的聯絡人 通知女主角來拿手機 可是女主角不敢面對 是在幣的男主角 所以又拿鑰匙偷偷跑進來 衝去對方房間要拿手機 又非常剛好的撞見對方剛洗完澡 是在幣的男主角就像是埋伏很久了的 跳出來怒嗆一波 然後抓著女主角的手說 正今晚就翻你的牌子了 當然不是這樣 他只是問女主角說 你知道我是誰嗎 然後女主角就生病了 因為昨天回家太緊張忘了關窗 所以就得了我超蠢感冒 今天也無法去打掃 EXO覺得很怪 阿布萊斯不用打個電話說一聲請假嗎 那我們也要學你 不打電話問你發生什麼事 於是激情無雙男主角跑來跟 剛剛前面在路上意外認識 平常會在路上搭帳篷 而且會煮超好喝咖啡 給他喝的女主角弟弟 打聽一下得知女主角生病 用心良苦男主角聽到後 拖他弟送了瞬間好轉茶給女主角喝 所以又睡了一覺起來 女主角的病就瞬間好轉了 馬上繼續來打掃看看能發生什麼奇遇 果然勢在必得男主角 又像是埋伏很久了的跳出來說 抱歉之前對你太兇 說完一定要搭配帥氣的頭也不回轉 身關門離開 然後女主角就像是知道 對方一定會待在門外面一樣 在房間內自言自語也道歉 說我不是智障不要誤會 我前面都是意外 我也是有名字的 勢在必得男主角一聽 馬上跳進來說 我知道你的名字唷 你知道我是誰嗎 於是兩人透過一扇舉足 輕重門大和解 接著女主角繼續演 每天來打掃 早上去買東西時在路上 遇到已經等待很久 專門用來讓男主角英雄救美的 女主角學生時代 因為太緊張 導致告白失敗的倒霉初戀 女主角馬上又緊張的 不敢說話臉變超紅 還被靠北說 講話怎麼都不看著對方 此時行為一點都不像流氓 而是非常浪漫的EX 穿著他們會散發光芒的背景造型 衝了出來 硬要說倒霉初戀是壞人 害女主角哭 然後把她趕走 成功的英雄救美 接著女主角繼續負責打掃 打掃才是這個故事的主軸 沒有打掃就沒有這個故事 另一篇EXO團員 負責一起在攝影棚拍照 此時大家非常不像小屁孩的 叫世在必得男主角摳女主角過來 讓大家瞧瞧 女主角還真的被 用幫忙送東西的理由叫了過來 這種請庸人附贈私人秘書的機會 要去拿找 女主角在現場看的 都想當強暴飯了 晚上另一個 我很擾練男主角 過來做客隔天就走 順便很擾練的 假裝追求女主角 故意讓世在必得男主角吃個醋 反正一定要創造一種 全天下男人剛好都想捧女主角的氣氛 然後男主角就生病了 並不是因為男主角 想靠這招騙女主角來照顧自己 他是因為找東西找到生病 此時激情無雙男主角 跟女主角他弟走在路上 遇到瘋狂粉絲被追著跑 激情無雙男主角逃得好辛苦 現在你們知道 看到自己喜歡的明星 不要像瘋子 要像女主角這樣表面上很冷靜 其實內心又很傻逼 你才有機會讓這些明星喜歡你 鬼吼鬼叫像個智障是不行的 雖然女主角他弟幫忙 把瘋子粉絲引走 但EXO因為居住地被發現 所以又要準備暫時搬走 隔天女主角打掃時 欸 到底是有多髒 用心良苦男主角 忽然叫女主角嚇到他 害他打破碗割到手 幫忙包紮叫他手舉高止血時 順便告白說 我們來交配結婚生子吧 結果勢在必得男主角剛好出現 破壞了氣氛 於是用心良苦男主角 並不是因為美種 而是真心想拍戲的跟女主角說 我剛剛只是在練習講拍戲台詞 而女主角被設定的那麼天真 一定會認為這真的是單純的拍戲 接下來勢在必得男主角 開始找女主角說了很多自己的事 女主角像小綿羊一樣 害羞的不知所措的想逃 結果被逼動 講話一定要用腋下看著對方眼睛 這是常識 男主角還問說 你知道我是誰嗎 隔天勢在必得男主角 意外發現家中有個密室 女主角打掃時也看到跑進來 不小心把門關上 因為門只能從外面打開 一般人不會特別設計 這種會害自己被關起來的密室 但為了讓男女主角能有點進展 才只好委屈一下密室 而他們同時約好不帶手機 沒辦法求救 只好在裡面蓋棉被一起睡覺 沒有脫衣服的那種睡覺 此時是在必得男主角 終於受不了了 跟女主角講說 我是你那個小時候感情超好的青梅竹馬 問了你老半天都不曉得 我是誰是怎樣 女主角一聽心花怒放 原來我從小想嫁的玩伴 現在竟然是EXO 完全料想不到 真想跟他睡那種會脫衣服的覺 而登先生也很配合的爆了 製造一下緊張幫忙撮合 就在這時候 是在必得男主角 終於看到他整部戲 在找的獨二無三超好運項鍊 因為死去的爺爺 給他的那條被他弄壞了 害他變超衰 所以他回來爺爺的空屋 想找另一條項鍊改運 不然那麼多地方能住 不用特別來這裡住 沒想到竟然被爺爺送給 平常項鍊都掛衣服內 特別今天掛外面的女主角了 於是順便拿走 隔天所有人都在找他們兩個 女主角他第一邊亂晃澡 人一邊亂打木樁 意外打開密室 救了他們 用心良苦男主角 聽到他們有這種艷遇 很羨慕的立馬 約女主角喝咖啡 結果一聽他說 勢在必得男主角 是他的青梅竹馬後 很失望的知道自己沒機會了 接著倒霉出戀 打電話給女主角 又被等很久 終於等到的 勢在必得男主角接到 怒嗆對方一波說 女主角是我的 我勢在必得啊 還跟女主角相約 隔天要約會 此時勢在必得男主角 之前不小心害斷腿 男主角腿斷掉 因為聽醫生說 可能沒救了 所以他一個人亂跑眼悲情 大家找他就找了一集 馬上就找到了 所有人坐車回家時 勢在必得男主角睡著 忘了跟女主角有約 用心良苦男主角在車上看到 女主角在公園 不曉得在幹嘛 跑來了解一下狀況 得知女主角在約會地點 等人等好久都等不到 他完全搞不懂 你們到底為什麼 不會打電話溝通 你們的手機是哪個國家製造的 不能通訊室嗎 還是說這樣比較浪漫 欸沒錯 真的是這樣比較浪漫 然後用心良苦男主角想說 反正我是得不到女主角了 就讓給你吧 所以馬上好心提醒 勢在必得男主角 讓他衝去找女主角 結果隔沒幾天EXO就搬走了 勢在必得男主角 只留了一個吉他給女主角 裡面有一首歌跟放一張紙寫說 我會回來的 然後把項鍊給女主角 欸那前面早那麼久是找什麼意思 但故事並沒有就這樣結束 因為六個月後 更多的EXO搬回來 然後故事才結束 看完這個故事 我們也明白了 想要得到一個女朋友 要先試折 有話不能直接講 要講要隔著門講 有電話不能直接打 想講要寫小紙條傳達 等不到人要繼續等 絕對不能打電話問對方在哪 我想只要學會這些 擁有女朋友的日子 直日可待 咳咳